GamerSecret玩家机密50万订阅 特别限量款衣服上线啦 马上点击影片下面的链接购买 如果你在2022年成为会员 将会免费获得这款限量版衣服 请在会员区写下email 我们将通过email和您联系 Roblox作为如今世界上最大的线上创作游戏平台 也被称之为第一元宇宙的游戏 每日在线人数超过数千万名玩家 也是一个男女老少都能玩的游戏平台 相信玩家们都应该对它不陌生了 然而玩家们又知不知道 Roblox这一座冰山的水面底下 还隐藏着许多不可告人的秘密呢 哈喽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来到玩家机密 在过去玩家机密就有跟玩家们分享过 Roblox存在着不少的骇客以及骚扰事件 但那些其实都只是冰山一角 Roblox背后还有很多东西 或许玩家到至今都还不知道 身为一个老少嫌疑的游戏平台 Roblox竟然存在着赌博 诈骗 恋童癖 以及诱拐儿童等事件 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今天玩家机密就要来和玩家们分享一下 Roblox平台的黑暗面 如果有遗漏或是想要补充的玩家们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分享 那么在影片开始之前呢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还有记得打开小铃铛 以免错过我们的更新哦 哈记没ま秀 在进入主题之前 要跟玩家们说一下 玩家的机密 在过去就跟玩家们分享过了 关于Roblox的历史故事 以及一些有序的事件 所以今天的影片将会注重在 随便底下玩家所看不到的冰山来做讨论 首先玩家们都应该清楚 大部分的游戏平台 都会透过一些方式来赚取收益 像是Steam平台 会从售出的游戏中 抽取30%的收入 玩家要上架新游戏 也必须得支付100美金的Steam Direct费用 才能上架 就连社群市场的交易 也会被抽取15%的利润 Roblox当然也不例外 可能有玩家在听到Steam的赚钱方式后 会觉得抽取30%的收入非常高 难怪一开始Epic表示 自己只抽取12%收益的时候 那么多工作室纷纷出走 但玩家在听了Roblox的资金流动后 就会发现到 Steam平台只是一件小事罢了 在聊关于玩家的事情之前 我们先来说一下Roblox的开发者们 Roblox作为一个最大线上创作游戏平台 不仅有着大量玩家涌入 更是提供了非常简单 易上手的开发引擎 给玩家们使用 让玩家能够在Roblox中 轻易地打造出属于自己的游戏 基本上Roblox平台的游戏都是由玩家使用他们打造的引擎创作出来的 比起虚幻引擎 Unity等游戏引擎 Roblox所使用的Lua Programming Language 则更容易使用 只要玩家有耐心 基本上只需要花上一天学习里面的操作方式 就可以打造出属于自己的游戏 也因此 不管是7岁小朋友 还是30岁的大人 都可以在Roblox里制作游戏 然而这群充满热忱的玩家 却无形地成为了Roblox旗下的工人 在Roblox的Create界面中 我们可以看到官方打着 可以打造任何事物 可以接触到百万名玩家 以及最重要的 赚取大量的现金的口号 虽然这个赚取现金的口号 目前已经被删除掉了 网络上也有许多创作者 如何透过Roblox获得成功的报道 再加上Roblox里 又有着那么高流量 又好玩的游戏 对于小孩来说 绝对是梦寐以求的事情 既可以制作游戏分享给大家 又能够赚钱 让家人感到骄傲 而且Roblox还提供了 大量详细的教学以及课程 来让玩家学习如何开发游戏 甚至网站中 还有教导玩家 如何在游戏里赚钱的策略 当然这里的钱 指的是Roblox的货币 Roblox 那要怎么样在Roblox里赚钱呢 那就要在自己的游戏里 贩卖皮肤 物品 计票 战斗通行证 又或者是制作模组 之后在角色商城中贩卖 而且Roblox还推出了一个高级订阅服务 每个月订阅的玩家 能够获得额外的Roblox之外 还能享有独家内容 以及折扣福利 但在过去就有一件事情 引起了不少开发者的不满 刚才就有提到 Steam在商店买卖 交易都会抽取部分利润 Roblox也不例外 但在早期的时候 Roblox居然对开发者贩卖的商品 以及通行证 抽取了非高级会员90%的利润 对高级会员 则抽取了30%的利润 一直到2020年 才宣布所有用户 都统一抽取30%的利润 简单来说 玩家得到的收入只有70% 而这个收入不是现金 而是Roblox 那在赚钱的前提下 到底玩家要怎么让自己的游戏 出现在玩家们的视线中呢 毕竟该平台有着超过千万款游戏 除了让玩家或者是YouTuber 帮忙宣传之外 Roblox也提供了广告服务 然而这些广告位置有限 所以开发者 必须使用Roblox进行竞标 参与广告拍卖 可是如果玩家当天遇到了 比自己标出更高Roblox的开发者 那么玩家的机会就会消失 而广告位置一共有着三个 标价越高的开发者 游戏曝光的次数就会越多 那开发者到底要怎么样 才能真正的赚取现金收入呢 早前的设定是 玩家的账号必须有着10万Roblox 才能兑现 也就是1000美金 目前已经降低至5万Roblox 才能兑换 5万Roblox并不是一个小数目 更何况是10万 更离谱的是 如果玩家真的要兑换现金 玩家并不会拿到完整的1000美金 反而只拿到了350美金 目前的最低耳数5万Roblox 也只能兑换175美金 玩家们不妨想象一下 如果你们的用户 有着价值500美金的5万Roblox 你们会愿意亏损的 把它兑换成175现金吗 不管愿意还是不愿意 Roblox公司都依然能从中获利 因为只要玩家保留5万Roblox 在游戏里开销 他们依然可以透过抽取利润 来赚取收入 并确保Roblox 能够在Roblox的市场中 不停的流动 这就是为什么许多玩家表示 开发者渐渐成为了Roblox的工人 而且还是采用了90年代的血汗工厂 长时间低工资的压榨员工 自己则赚得盆满钵满 这样的体系并不是一个良好的文化 因为随着开发者的低收入 整个Roblox的环境 也渐渐地受到了影响 最终许多游戏都会变成 充满课金以及微交易的要素 然而Roblox的问题还不只有这样 接下来我们就要谈谈 关于玩家的问题 随着Roblox提供免费的开发工具 给所有玩家 成年玩家的数量也在日渐增长 许多经验丰富的开发者 也都选择加入了Roblox的市场 开发游戏 该平台也渐渐地出现了 属于成年人的游戏类型 当中就包括了赌博 吓坏小朋友的恐怖游戏和色情游戏 而因为Roblox并没有筛选器 因此许多未成年的男生或女生 都探索到了全新的区域 一些未成年甚至还在游戏里 认识到了陌生人 并透过聊天室来说出一些色情的话 甚至还做出了不可描述的事情 甚至过去还有一个叫Kondo的游戏 成年内容所设计的 小孩侮辱大人的领域 而大人却有意地进入小孩的世界 在过去的几年里 就有多次传出许多未成年女孩 在Roblox遭到了男生骚扰 甚至在得到了社交账号后 要求女孩发一些照片给她 仅仅只是在2022年 就有发生了多起女孩遭到恋童癖骚扰 甚至在2022年3月的时候 一名13岁的女孩 透过Roblox认识到了一位 名叫Hobard Graham的33岁男子 却在男子的怂恿下 来到了男子的家里 最终遭到了男子侵犯 好在女孩在Roblox留下男子家弟子 被母亲给发现 最终在失踪输入后 警察跟着弟子找到了男子 最终将其给逮捕 救出了女孩 虽然女孩成功被救出 是值得高兴的 但根据警方的描述 女孩已经遭到了男子诉辞的刑犯 当然这一件事情 只是其中一个例子 早在2020年9月的时候 也有出现过一起骚扰事件 Sonic Eclipse Online是一款由一位叫Dr.Rofetnik的玩家开发 这款以索尼克系列作品改编的Roblox游戏 在刚推出的时候 累积了不少的人气 也因为出色的游戏品质 Dr.Rofetnik可以说是Roblox界中的一位名人 然而就在2020年 网络上出现了貌似Dr.Rofetnik的Discord用户 在Discord跟一位12岁的女孩 聊了一些恶心人的话题 不断地对女孩说一些烧恶的话语 那时候的Dr.Rofetnik年龄24岁 而这位12岁的女孩名字叫做Sarah 她在采访中提到了 自己是因为想要认识SEO里的社群玩家 所以才会接触到了Dr.Rofetnik 可就在Sarah将这件事说出来的时候 社群里的人却选择站在了Dr.Rofetnik那里 她甚至还做了一部影片 表明了自己的清白 就在事情越闹越大之后 Roblox也采取了行动 决定将Dr.Rofetnik的账号给永久封禁 可是已经太迟了 Rofetnik在被封禁前 就已经将游戏的所有权 转交给了另一个Roblox账户 封禁对于Dr.Rofetnik来说 根本无关痛痒 她依然持续地在经营着自己的SEO游戏 至于Roblox则在封禁了一次之后 就再也没有任何举动 我以为事情会就这样结束 却没有想到世嘉占了出来 索尼克IP的拥有者世嘉 之后以侵权 以及Dr.Rofetnik的骚扰事件为由 向Roblox施压要求强制下架这款游戏 迫不得已之下 Roblox才选择下架了那款游戏 而Dr.Rofetnik到至今 都依然还在逍遥法外 并没有受到任何的惩罚 除了儿童骚扰的问题之外 Roblox也存在着诈骗 骸客入侵等问题 在过去 玩家的机密就已经有分享过了 不少骸客入侵的事件 在这里就不再多谈 那至于诈骗呢 刚才就有提到了 Roblox在交易买卖上 抽取了较高的利润 所以自然也出现了第三方的交易平台 也就是所谓的黑市 让玩家可以直接以较低的价格 买入自己心仪的物品 同时卖家也可以在第三方交易平台 赚取更多的Roblox 甚至还能兑换现金 这个情况其实就跟Visor的CSGO一样 因为市场交易的价格昂贵 无法换取现金 出现了许多额外的第三方交易平台 那至于为什么Roblox没有采取行动呢 除了很难把它给全部抓完之外 还有着一个阴谋论 有玩家就曾经爆料过 Roblox之所以没有选择抓那些第三方交易平台的原因 就是因为那些平台正是Roblox最重要的经济来源 市场的交易和买卖 依然能够刺激到Roblox的经济 再加上他们自己在兑换现金的部分 不能够满足到开发者们 假设他们将这些平台都关闭 必定会引起更大的争议 这也是为什么Roblox封禁了那些 使用第三方平台交易的玩家用户 却没有针对第三方平台采取行动的原因 当然第三方平台算是小事 真正交易严重的事情 则是有人透过第三方平台 来骗取玩家的账户和物品 甚至是Roblox 在Roblox中 诈骗的手段慎不慎数 不管是钓鱼邮件 骇入账号 骗取个人资料 交易诈骗等问题 一直都在Roblox不断发生 对于安全意识较为薄弱的小朋友来说 透过Roblox的诱惑 很容易就陷入陌生人的诈骗之中 不少小朋友很常因为一句 免费获取Roblox而上钩 甚至成年人都有可能会遭殃 在2022年4月的时候 一位11岁的女孩 在生日的时候 要求父母购买了超过200美金的Roblox物品 作为礼物 可却在几天后 遭到了陌生玩家诈骗 骗走了那件装备 让她感到非常伤心 当然有时候并不是他们故意上钩的 网路上有着不少较为进阶的诈骗方式 一些甚至只要点入对方发来的链接 就已经来不及了 那么今天的影片到这里就结束啦 Roblox其实真的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平台 但却也存在着不少安全问题 也因此玩家在玩Roblox的时候 真的要非常小心社交的对象 以及不要轻易的相信陌生人的交易请求 当然如果你们的朋友 也遇到了类似被骚扰的事情 也记得要勇敢的说出来 告诉他这样做是不对的 不仅如此 Roblox给予开发者一个机会创作 是真的非常值得称赞的 只不过里面的一些体系 确实不是一个良好的文化 毕竟这样 不仅无法让一些付出心血的创作者 有着可观的收入 更是会导致整个Roblox的游戏环境 都充斥着课金付费的要素 但最重要的是 还是希望未来 不会再有未成年在Roblox中 遭到欺骗骚扰 希望未来的Roblox能够变得更好 玩家们 你们又觉得Roblox要如何变得更好呢? 也不妨在下方留言分享哦 喜欢影片的话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还有记得打开小铃铛 以免错过我们的更新哦 这里是玩家机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